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话语之全的节目 我是简明良牧师 今天要跟各位继续分享 成为主所爱的门徒 前一次我们提到 有一位爱主的门徒 叫做彼得 他用尽他的权力 全心来爱耶稣 但在十字架前 连他自己都感到失望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自己有能力爱耶稣 但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 不是我们爱 乃是神仙爱了我们 人一直期待强调 也教导你要爱耶稣 我们要爱耶稣 好像大诫命告诉我们说 你要尽心尽信 尽意爱主你的神 于是传道人 开始教导弟兄姐妹 你要爱耶稣 你要爱耶稣 你要尽心尽力爱耶稣 牧者们也不断地努力爱耶稣 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来爱耶稣 他们传讲神的话 这些都是好事 但很多时候 耶稣要告诉我们 不要把我们的眼光 不要把我们的心 专注在自己的行为 跟作为跟努力上 反而要把我们的眼光 把我们的心意 转向耶稣对我们的爱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 在约翰一书当中 约翰这样说 不是我们爱 乃是神先爱我们 并不是否认我们努力的爱 乃是告诉我们说 不要再一直强调 人的作为的爱 乃是更多高举耶稣基督 对我们的爱 同样的在耶稣的门徒当中 一位是努力爱耶稣的彼得 他付出他的行动 他付出了许多代价来爱耶稣 而另外有一位门徒 这位门徒 他是主所爱的那门徒 这个人叫做约翰 在约翰福音当中 约翰总是称自己 是主所爱的那门徒 或耶稣所爱的门徒 很有趣的是 你只会在约翰福音里面 看见约翰这样形容自己 是主所爱的那门徒 你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 看不到这个文字 为什么呢 因为约翰故意的 约翰他每次称自己 他没有称自己 是尽全努力的约翰 他也没有称自己是 努力爱耶稣的约翰 他称自己是 主所爱的那门徒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 他总是在人前夸耀 耶稣对自己的爱 彼得总是努力爱耶稣的那位 总是努力活出 爱耶稣的实践跟作为 而约翰总是在人面前说 你看耶稣多么的爱我 每次在他的书写的文字里面 你可以看到不断的 他在告诉别人 神多么的爱我 耶稣基督多么的爱我 好像在旧约翰里面 摩西写了自己是世界上 最谦和的人 怎么会有一位谦卑的人 写自己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呢 但是神却应许了这些事情 我们要来看看圣经里面的一节经文 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如果你有圣经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五节 站在耶稣十架旁的 有他的母亲 与他的母亲的姐妹 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 和摩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站在旁边 好 约翰自己写了 就对他母亲玛利亚说 母亲 你看你的儿子 指着约翰而说 然后又对着那门徒就是约翰说 看啊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是约翰 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在十字架前 到底谁真正安慰了耶稣的心呢 是那个努力爱耶稣的彼得 还是那个不断的宣告宣称 夸耀自己是主所爱的门徒的约翰呢 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肉身在肉体 还担心他的母亲玛利亚 没有人照顾 所以耶稣在最后断气之前 他看着他的母亲玛利亚说 母亲看啊你的儿子约翰 对着约翰说 约翰看你的母亲玛利亚 什么意思 耶稣最不放心的大概 如果说有的话 大概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 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了约翰 而对约翰说 这是你的母亲玛利亚 于是耶稣似乎因此就放心了 各位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在被教导 或我们教导人 你要爱耶稣 你要爱耶稣 但更多时候 耶稣期待的是 你要成为一个 明白耶稣怎么爱你 他怎么为你牺牲 他怎么为你在十字架上 领受了一切的领辱羞辱 他怎么为你受了鞭伤 他怎么为你钉上十字架上 怎么流出血来 当罗马的冰钉 拿着枪从他的肋旁刺穿的时候 经文说流出血和水 意思是血已经没有了 流出来的是 剩下来身体里面的汁液 混着一点点血 血已经流尽 耶稣要告诉你 他没有一滴血 不为我们存留 而不为我们流的 耶稣在圣经当中 不断地表明 他对我们的爱 他为我们舍命牺牲 他的目的要告诉我们 从今开始 不要再去强调 我们要多么地爱耶稣 反而不断地强调 耶稣如何地爱我们 事实上 神一直期待 我们不是倚靠自己的作为 乃是倚靠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 如果你有圣经 我们翻到另外一节经文 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十九节 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十九节 如果你有圣经 我们一起翻到这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第十九节 我们爱因 因为神先爱我们 这节经文很短 但在约翰一书说 我们爱因为神 先爱我们 你知道这节经文 有它的先后次序 意思是 一个人能够给出爱 或一个人拥有爱 有一个原因 或有一个基础 那个基础就是 神先爱我们 对吗 神一直强调 耶稣基督 祂就是我们爱的源头 因此当约翰夸耀自己 是主所爱的门徒的时候 他很喜乐 他享受在当中 他没有任何一失的作为 要夸耀自己 到底为耶稣做了什么 他也没有去鄙视 或纠正别人说 你不够爱耶稣 你要更多爱耶稣 你爱的不够 没有 约翰他只是常常 在别人面前 夸耀自己 是神所爱的 他享受在当中 每一次他跟人的互动 他跟门徒的聚集 他总是显出自己 似乎就像是 神最爱的那一位一样 当然在门徒当中 我认为耶稣 对每一位门徒 都非常爱 对吗 他不是特别爱约翰 因为神已经给出他的爱 耶稣基督的爱 是完全的爱 他不会对人 特别是他的门徒 有差别待遇 不像人的爱一样 但约翰凭什么 去宣告说 他是主所爱的门徒 不是因为耶稣特别爱他 因为耶稣 已经特别爱我们每一位 而是约翰明白 他不是强调 自己的努力跟作为 而是他知道 他享受在神的爱的时候 那么耶稣就得着了安慰 所以哥伦姐妹 你知道怎么样的人 到底安慰了耶稣呢 是那个努力爱耶稣的人 是你努力学习 好像常常告诉自己说 我要爱耶稣 我要更多爱 我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研究他的话 我要花更多时间祷告 我要花更多心力去教会服侍他 各位注意这些都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满足 律法里面告诉你要尽心尽性尽业 爱耶稣的话 那我要告诉你 也许最后连你自己都会失望 因为就算在敬前的牧者 一个在敬前的基督徒 他都没有办法说他已经爱够了耶稣 他已经完全尽完了他的能力爱耶稣 就算他心里面这样想 他也不敢说 不好意思这样说 对不对 但如果最差的一个人 最 我们在教会里面觉得最不敬钱的那个人 连他都有资格说 我是主所爱的 对吗 因为神的爱已经给出了 他在两千年前已经牺牲了他自己 给出了一个真正阿嘎佩的爱 他没有留下一滴宝血 不为你我而留 他的被受了鞭伤 你知道当我们讲鞭伤的时候 那个鞭伤 有时候在圣经里面 那个鞭伤的伤痕是负数 但有些时候 那个伤痕 那个痕迹 是单数使用 为什么 因为耶稣受鞭伤的时候 他的背 没有任何一寸皮肤 还留在他的背上 意思是 所有他能够承受的 全都承受了 你的悲伤 你的痛苦 你的伤痛 不管是外在的内在的 耶稣没有一处 不为你承受 不为你担当的 你的心里面的苦难 难过 耶稣一同的为你承担 让我们一起来成为一个 耶稣所爱的门徒 我们一起来祷告 绝书我们向你非常赞美和感谢 主啊让我们不看自己的作为跟努力 让我们单单的来享受你对我们的爱 因此我们就用爱来回忆你 不是我们的作为 乃是耶稣基督你的成就 谢谢主 让我们总是把我们的眼光 来聚焦在你对我们的爱上面 以至于我们可以欢乐的喜乐的宣告说 主啊我是祢所爱的门徒 谢谢主耶稣 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